中国的经济经过了三年的疫情和2023年的一个恢复性的增长 目前仍然处于一个叫波浪式前进取折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恢复过程 去年2023年中国的经济是承压前行取得了年增长 5.2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增长 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是30% 今年一季度中国的经济的数据应该是超乎预料的好了一点 达到了5.3这比预期的好一些 一季度的外贸是只有5.0个点 到了5月份中国的外贸达到了8.6 就是提高了3.6个点 所以总体来讲中国的经济还是处于这么一个回升向好的一个过程 特别是下个月即将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于改革做出一系列重大的决定 我想这都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好消息 中国经济增长稳定对全球也是一个好消息 二十届三中全会就会有越多贸达到一个小型的工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